澳洲人口第二多的维多利亚州 过去6个星期的新冠肺炎确诊和死亡人数不断攀升 形势越发严峻 州长安德鲁斯因此宣布 维多利亚从2号傍晚6点开始进入灾难状态 除了收紧强制居家令 首府墨尔本每天也将实施9个小时的宵禁 其他时间居民只能在居家范围 5公里内的地区购物和运动 你会不会在任何地区购物和运动 5公里远运动 为何要求你需要 只有一个人可以去购物 每天 第三个改变的改变 是在8pm内的地区购物 从8pm内 会有空间的改变 所以会有空间 从8pm到8pm 安德鲁斯也宣布 全州学省将从星期三开始 在家中进行线上学习 此外餐厅 酒吧 健身房等等场所 统统关闭 州政府会在星期一 公布有关工作场所的限制措施 全面收紧管制令 遏制病毒扩散 过去24小时 维多利亚州新增671宗确诊病例 再有7人病故 令当地的累计确诊人数 上升到1万1,557人 另外123人死亡